大家好 给大家演示一个钢绳应急救援机人 我们在户外施工作业 突出的掉路时 钢绳突然发生了破骨断裂 在不具备换绳 不具备插套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此方法进行应急啊 首先我们将 破损处的一段 给它打个半扣 然后将那个 钢绳头奔着半扣底给它穿过 形成个单级之后 再将那钢绳头奔上边 这个绳圈当中给它穿过 然后再奔上边 给它穿回 钢绳头压到 主绳上面最重要一定 切记最主要一点啊 看似简单当它收立时 它会牢牢收紧 宁舍不愈开扣 户外施工作业学会这个方法 简单使用 安全牢靠 而且非常的快捷 希望这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